Nero聊世紀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地圖 聽說這幾天 Andy的遊戲頻道好像被盜了 希望他的頻道可以快速找回來了 不然我們大家又可以 又少能看一台世紀帝國的頻道 不知道為什麼 他應該是有雙重認證 居然還是被盜 這樣讓我有點緊張 因為我自己是有雙重認證 希望他可以趕快早日找回他的頻道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頻道沒有太小的話 應該Google那邊都會積極的處理 好 那我們就來看這場比賽吧 波蘭這個文明 先看藍方 波蘭這個文明 算是我最愛的文明 他的農田非常特別 雖然要125木頭 但是會增加一棟房屋的人口居住 在旁邊種田 就可以立即採收10%的一個食物 除此之外他還有很多能力 我們之後在遊戲中再繼續講 好 那我們來看斯拉夫 斯拉夫算是一個超級種田的農民 他本身也是種田有加成 跟波蘭不一樣 波蘭是直接收成10% 但是斯拉夫人是慢慢收成 他是10%農田的加速 所以立即採收給你10% 跟慢慢收成10% 這個效果差異 你可能就知道差異在哪裡 好 那斯拉夫人算是步兵跟工程器的文明 嚴格來講他打UU 他的貴族鐵騎也是騎兵是沒錯 但是他本身是沒有遊俠的文明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騎兵的話 只有打這個貴族鐵騎路 除此之外還可以打這個大洛馬 大洛馬也可以打 所以基本上我會把斯拉夫人看成是步兵跟工程器文明 真的要打貴族鐵騎的話真的是太貴了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好 斯拉夫人金礦在前面 那野金的部分 哇 都在前方 我斯拉夫這一把有點難打了 大家這裡不能歸在家裡 歸在家裡會被封死了 這金礦全在外面了 後面都沒有黃金了 只有一塊石頭而已 黃金就比較偏遠一點 這對斯拉夫人不是好消息 但比較慶幸的是 果子在後面 這果子在後面可以讓它淺起 過得比較舒服一點 波蘭這邊是剛好相反 波蘭這邊最慘 其實波蘭果樹最好是在後面 因為它的大莊園 才可以比較好 直接吃果在旁邊撒田 那如果這邊下大莊園的話 那勢必 這邊一定要撒田 那你這邊撒田 然後這裡又很難防守 很難防守 然後自己手又可以騷擾 然後直接把大莊園弄爆 的肉就直接全斷光了 所以波蘭這一把是選擇大莊園蓋在後面 比較保守的一個位置 而且這裡也比較好 可以即時的收村到TC裡 但是這邊地區的村民還是要小心一點 好那這邊拉第二頭村 第二頭豬過來吃一下 這裡裝TC 沒問題 噴很快 好那我們看一下兩邊的一個視野 那視野目前看起來兩邊都探得很不錯 斯拉夫這邊 該探的地區都有探到 這邊是他的底部 他都有看到 OK 他這樣圍蠻大的 嗯 這樣挺微妙的 因為他微大的話 就很容易 花太多支援 好那這邊看起來是要來打棒棒 這個時間 下 均勻了 嗯 有可能是要打棒棒 但是波蘭這裡 極速上風 十七春上風劍時代 這個是要趕快上風劍時代 然後點一集木跟一集農田 然後開始撒農田的意思 喔 均勻四直接無視 波蘭是有這個打法 但是很容易爆炸 這個爆炸機率高達87%不能再高 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純喔 不管軍事喔 很容易就會有這個問題 好 均勻這邊沒有按棒棒 棒棒打算不按了 這邊應該是直接出小弓 挖金 幹你還是按了 哈哈 那你按的時機也太慢了 他可能是忘記要按了 好 按的時間偏晚喔 這邊採取的是雙棒棒 並不是三棒棒進攻 好 這邊上到了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第一件事情 下的是馬舊 OK 看來不是純農打法 而是一個術馬舊開局 哇 這個十七春 封建打馬舊 這個肉很極限喔 因為很容易會斷村 通常可以出到兩隻啦 就是兩隻不斷馬 第三隻不斷有點極限 因為你的肉 可以投資這個一級木跟一級農田 所以肉會很不夠 最多就按兩隻啦 好 肉開始不夠了 這按下去就要斷村了 四三 村民 還要收肉 不用收了 再按一村 OK 好 斷斷斷斷馬 哇靠 直接斷了 連兩隻馬都按不起來 所以這個極限肉馬 並沒有比較強 我覺得 雖然肉馬出去的時間 看起來更早一點 但事實上你會斷肉 所以你的肉馬 並不會像20匹肉馬 的肉量一樣正常 反而是20匹肉馬 的數量可能會跟你一樣多 而且防守機率 會更高 20匹肉馬 跟49匹肉馬 算是比較 比較標準開局就是這樣子 肉馬可以一直按 好 三隻肉馬出來 但是這時候 斯拉夫棒棒 一弓 一長槍 一棒 好 那這邊抓到嗎 沒有 好 果然喔 棒棒因為 按太慢了 出門時間太晚了 然後又看到對方 17匹 早期上風 好 果斷喔 只按了一隻棒棒 第二隻棒棒就不按了 好 開始轉工兵路線 好 這邊村民直接拿拳套扁人 好 大莊園撒一片喔 來了 這就是波蘭大莊園 最難守的地方了 好 你看這邊要守 還要走段路跑到TC裡 然後再回來 再種條 這個來回的時間就會有點長 好 好 第二波攻 是兩隻肉馬 有長槍兵要小心 聰明直接上來打架 但這邊只要村民上去打架的話 沒打成 這邊會對波蘭很傷 要先擊火掉長槍兵才行喔 長槍兵 還沒解掉 但肉馬快死光了 已經沒有村民可以打架了 這個再打下去可能會出事 好 好 右邊肉馬過來回救 好 家裡有更多的小工了 自己有下射箭場嗎 沒有下射箭場可能會出事喔 不用工兵越來越多 好 趕快下一個 瞭望塔 OK 不能下瞭望塔 打法我覺得可以 這個波蘭守大動員真是超困難 有自己練過波蘭的人 才知道這個痛苦 非常難守 所以喔 打波蘭的玩家們喔 通常都會建議喔 波蘭不要打農 打兇 那這一場喔 波蘭是打農的 所以很明顯喔 他這個大莊園 開的時機有點早 眼色越搶都不下 完全沒有在打軍事喔 打偏農的一個玩法 好 那波蘭除此之外 挖石頭還有這個 緩緩增加黃金的能力喔 黃金會慢慢跳 那算是波蘭一個很強勢的地方 因為波蘭本身大莊園不好守 所以可能會需要瞭望塔去防守 那剛好如果你要瞭望塔 就需要石頭 那你挖石頭一挖 又可以得到黃金 所以波蘭整個經濟體系喔 是非常棒 並沒有一個太大的弱點 不好意思喔 我鼻子有點癢 最近房間大掃除 小時候快過年了 先打掃除一下 好 這邊六隻肉麻直接前壓 但是沙夫這邊 弓兵還在按 這兩隻長弓兵 各戳到我下 很痛 全部殘血 好 再次弓兵再度出門 四隻弓兵加上野外的 好 這一波進攻 可能會殺傷力更大一點 但是這裡 破爛有六隻肉麻 但是這裡床上面數量 只有一隻 而且還是半血的 但是這邊沒有點一擊射 所以 破爛這邊還是有機會 可以解掉這一波弓兵的 有機會有機會 好 這邊 哇 開了第三個大莊園 其實大莊園兩個 灑滿的話 灑滿田的話 基本上可以到城堡時代了 找到第三個上層的話 肉有點太爆了 可能要雙馬就直接出騎士硬坦 但是如果直接出騎士的話 沒有城堡 沒有辦法點這個貴主特權 出騎士又一點傷 這波就要來看一下 要怎麼打 好 肉麻直接在這邊 打倒NONO 城堡時代點下了 斯拉夫 但是波人這裡卻沒有點下 肉麻按太多隻了 哇 快按到十隻了 十隻肉麻 就是八百肉了 好 斯拉夫人 點下一擊射 城堡時代也補了 哇 這裡燒到一村 完蛋 吞在一村 好險沒有死 好 手殺是由斯拉夫拿下的 那這一堆的墓區 可能就要搬掉了 哇 這邊突然很傷 直接收村到利用來的地方採集 這個是超傷的一件事情 那沒有辦法 這個房子還沒有蓋好 好 但是一堆肉麻已經衝過來了 但是有兩隻長槍兵 好 先吃掉一隻殘血的 好 後面這邊直接 大肉麻直接補上 而且這裡也是有一擊防禦的 但是對手也是有一擊攻 但是這攻兵必定要硬上喔 這個不硬上的話會很慘 因為對手要上城堡時代了 好趕快吃掉 沒有奴兵的話就比較安心一點 OK 全部吃光沒問題 但是自己也是按太多肉麻 這方早就已經上城堡時代了 好 這其實肉麻還得做處理 好 這裡肉麻解掉之後 波蘭會怎麼打呢 波蘭經濟看起來不錯 而且這裡可以再拆一個大莊園 好 這個格數看起來是夠的 只要大莊園一直能插得下去的話 波蘭就不會太弱 波蘭就不會太弱 那你叫他看喔 波蘭這個城堡要下在哪裡 會比較好 個人認為喔 插這個位置 感覺還是不錯的 守祖金喔 守這個祖金 然後可以插個順便搞地的位置 不然插金點也可以 不然這邊插TC也行 不然就是把這個城堡 往外插 插這裡喔 稍微手下果子 跟這個石頭 雖然石頭不會再吃果子了 由於這場波蘭沒有吃果子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上有點慘 但是他努力的 用自己的大莊園 把這些經濟給補了回來 好 那波蘭的一個慣用打法 都是先下二級農喔 那通常不會下二級木 先下二級農 再下二級木 這個順序是這樣子 二級木還是一定要按的 那這個是順序問題喔 順序是不是會先是二級農 好二級農點下之後 然後品種二級馬鎧 看來是要打騎士的路線啦 如果是要打騎士路線的話 城堡可能要趕快按下去喔 台下城堡之後 才有這個貴族特選喔 可以一直特選一直手 好兩邊肉麻還在 一直想要打個突破口 但村民喔 怎麼就來這邊慢慢圍好 那自己的弓兵喔 也在找地方可以打 這邊弓兵有點嚕嚕小小 好果然壓這個位置了 原來這個地方 確實沒什麼地方好壓的 這個壓這個位置的話 可以守到一點 這個金礦的地方 雖然這個金礦已經有TC可以守 但這邊是相對比較薄弱的 木牆還有這裡 看騎士開始慢慢按了 等不到貴族特選了 好這邊想要來射蓋城堡村民 但是射程有點極限 並沒有殺到任何異村 要城堡也好趕快跑 哇這邊按這個奧布奇是什麼意思 這不老是按到我吧 這個按奧布奇 能做到事嗎 取消掉了 確實是按錯 好OK 這邊的工兵總共有十隻 這裡肉馬過來直接硬砍奴兵 但奴兵傷害很高 沒有射到血應該可以跑掉 好正面這邊騎士 直接回頭硬砍 看就要一隻工兵了 兩隻三隻 好殘血的拉走 好殘血的拉走 好順利開始再招翔 後面的 開始歐 好 那這邊喔 TC廣開這個位置了 這個有礦跟墓區 點在一起比較好 OK 那3TC 目前喔 就是這樣開起來了 那開的時間偏晚喔 斯拉夫早就開了一段時間了 但村民宿並沒有落後太多 這時候 突然終結出了自己的貴族特權科技 等一下這個科技之後 脫懶的騎士喔 只要30斤喔 相當省 再來又可以看到大馬豹了 那斯拉夫要怎麼守大馬豹呢 那本身斯拉夫是個步兵文明喔 全出幾兵也不是太大問題 問題是這個幾兵要怎麼守 要放在家裡呢 還是前壓呢 好 這邊 唉唷 這個家騎士的傷痕很高 紫膠打破 喔 差點就跑進去了 哇 這個漏進去可能會被殺了一波 好險 好 紅兵跟 死修 生女過來 紅一下 好 我們這邊先稍微快進一下 好 前面壓一個城堡 劇集跑出點下 那這邊喔 現在在找這個 修 聖物 現在叫聖物 要強迫自己把這個名字叫回來 聖物 現在生女喔 二次都在找聖物 歐 歐 歐掉 死去 好 那斯拉夫 繼續再打工兵的話 可能會很慘 因為斯拉夫的工兵 並沒有全滿 沒有三級射 重點是沒有搶我 所以整體而言 他不能去繼續打這個 工兵喔 可能要轉一點步兵之類的 或者是直接轉貴族鐵型 好 最後兩個手段可以更好一點 好 生女 就過來歐一下 歐 歐 到了 哇 直接歐掉一隻 三隻生女 加上一隻騎士 這隻負然的騎士 這隻負然的騎士 好 繼續再歐 喔 又招到了 喔 招到的方法還滿快的 好 這邊再招 哇 又要歐到了 這個沒滴 哇 直接砍死一隻 沒歐到 哈哈 好 繼續歐 現在斯拉夫的戰術 是用生女爭取時間 然後自己慢慢按出 貴族鐵騎 上一個正面部隊 但破爛這時候 還沒有點地龍十大鴛肉 使用太多了 騎士按太多 導致自己沒法上帝王 這三隻生女直接應招 抽到兩隻 第三隻生女出來 想要招 直接死去 四隻生女倒地 大量工兵直接上前 這個衝好像不太對 趕快跑 好 趕快跑到城堡下 工兵可以守住 貴族鐵騎過來防守 好 這邊一個大交戰 貴族鐵騎 這樣騎士的一個大亂鬥 貴族鐵騎的傷害很高 而且非常硬 一個坦三個沒有問題 但是還是要倒地 外面工兵如無情的輸出 加上城堡 突然的騎士損失非常大量 直接倒地 二級攻沒有倒 就直接硬上了 導致這一波大敗 好 多一攻之後 騎士的傷害會再更高一點 目前是四防 再加一防 五防了 來看這貴族鐵騎 鐵騎量掉很慢了 好 貴族鐵騎 修容越來越多 而且還在暗 這時候可能要轉一點 急兵出來了 這個再繼續鐵頭用 騎士去打 可能會頭部血流 他自己修到應該這麼前面 OK 那後確實 後面這邊大莊園 可以再補一個 全部補滿 可能帝王時間裡 破了好一段路 可能巨型投石機沒有出 不知道是阿富 會不會點下貴族 金銳鐵騎 等一下一千肉跟六百金 有了 哇 點了 金銳貴族鐵騎來了 哇 這點下去很扯 很扯喔 這個防禦率會變八 八加二 三機銅再來 八加九 八加三 台灣人喔 聽到八加九這個字就很敏感 哇 工兵要被吃光了嗎 這裡貴族鐵騎有點在散步 好 進入貴族鐵騎 八加二的一個防禦 防禦時 你攻擊只有十二 你砍一刀只有兩滴 超級 鐵甲 騎馬的橋盾武士來了 超級 跟橋盾武士比較不同的是 這個貴族鐵騎 是有跑速又有血統 那橋盾是非常慢的一個單位 但這個居然還是有跑速的 比橋盾的騎士還要快 好 這邊直接自滴嗎 你這邊自滴不太對吧 還是 這邊是被砍爆的 好 這邊直接大莊園肆虐 大莊園直接爆開 殺一波 牆武再點 重莊騎士 沒得打 收村 但是沒有這麼多地方 可以讓村民跑 下面更多大莊園的村民被騷擾 全體收村直接斷肉 生活無法治理 重莊還沒有好 就上去贏打 就算重莊好也打不贏 好 強奴三級射好了 好 這裡用強奴去解會比較好 黃金趕快挖 盾趕快按 好 重莊騎士好了 但是這裡沒有彈道血喔 射得很歪 好 這裡有更多的漏洞 漏洞進來 漏洞帝國 更多的24個 重莊貴族鐵騎 貴族鐵騎 直接要上為硬打了嗎 看這邊箭矢數量有點多 還是繼續燒到農田處就可以了 波蘭完全斷肉了 一個肉都不剩 零肉 這就是波蘭的硬傷喔 直擊大莊園 波蘭就死了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誰要打就打破爛大莊女 打什麼金礦啊石頭都是其次喔 直接打肉 他就不用玩了 好 終於把貴族鐵騎喔 逼得出來 但自己的斷肉斷了大概七七四十九天了 這個肉量實在太慘了 但是突然轉出了強弩喔 轉出強弩的話就還有機會喔 因為貴族鐵騎是蠻怕箭矢的 他箭矢遠防有七阿 只是有點怕而已 還是有點慘 好 那這邊 撕阿富點下這個羅斯堡壘 中間喔 可以插一個堡壘在這裡 他可以讓有一部分的石頭 蓋城堡的石頭變成木頭 那我想中只要四百五十石頭 然後加上一些木頭 就可以蓋城堡 也是非常省 但是我覺得最省的還是法蘭克 好 那這邊炒到治療裡點下了 就可以讓一部分的騎士喔 直接到城堡裡面回血 這邊回血速會變得非常快 那血量再滿了 這個貴族鐵騎就可以打第二波 好 那這邊修高岳 沒有再繼續打這個聖物喔 往後的斑 原田不需蓋 這邊有貴族鐵騎帶來騷擾 好 化學趕快補 哇 這個量很大 好 開始收集 哇 很痛欸 哇 牆壘還是很痛喔 好 出量31隻 但是還是需要一些重壯的在前面擋 好 自己家裡的鐵沒有種滿 因為這邊開始轉牆弩關係 肉不太需要這麼多 這邊蓋一個城堡 想要來直接打破一個洞 來斯拉拉夫的強勢之處 羅斯堡壘 這個城堡越蓋越多了 好 牆壘很有效的可以抵擋住 貴族鐵騎 那城堡能守得住嗎 好 這邊打個游擊戰 那貴族鐵騎很明顯喔 可以碾壓對手 貴族鐵騎攻擊力18 哇 超高 進防11 哇 直接被關起來 哇 怎麼辦 攻擊力14的重裝騎士 打貴族鐵騎只有3滴 根本抓癢 但是貴族鐵騎打重裝騎士很痛 沒了 這個直接 波蘭大失誤 砍了出去欸 問號 反正這邊都已經圍好了 哇 進去這一波 強勢抓到 這一波貴族鐵騎進攻 殺傷力很強 但是正面已經快要守不住了 TC要爆了 沒有擊兵 人家警官 你點警官幹嘛 哇 葉克提克遺產 這個是增加洛馬的踐踏效果 但是你現在出洛馬 你打不一把 現在出擊兵吧 出了擊兵壓得金不好嗎 哇 波蘭這邊在自絕墳墓啊 雖然波蘭沒有擊兵喔 是重裝 但重裝也是能擋的喔 畢竟自己的肉這麼多 都在 自己的農田這麼多 出點重裝也是比較好的啊 完了 完了 這個我看沒救 我並不認為 弱馬可以抵擋住貴族鐵騎 水王 斯拉夫 攻城起來了 龍型頭死機 打工兵超強 射成8 強也是8 互相傷害 但等一下攻城過得吃之後 這邊8加1更遠 好 正面 大量的頭死機 開始過來了 現在 大莊園已經沒有村民在柴了 已經了不明聲 農田無法治理 你這時候硬點 波蘭義騎兵 有什麼太大意義嗎 我不懂 我不懂 高手的思維 我真的是不太懂 這就是我跟高手之間的差距吧 好 這邊大莊園 又被櫃子鐵騎在燒了 一波 頭死車 炸一發 哇 好 還是這邊好像比較虧的樣子 這邊 槍武的數量並沒有那麼多 好 槍武要回救了 如果再不回救的話 真的要全家BBQ了 然後槍武只剩下60隻 槍武根本不好防守 波蘭打出了GG 波蘭啊 撐不住大洛馬出來那時候 自己的農田大莊都守不住了 還要出大洛馬 這個 怪怪的 這個怪怪的 好 那科技方面 看起來斯拉夫還算是比較好一點 畢竟自己的經濟沒有被騷擾到 波蘭這邊 明明被燒了好幾百年的肉 沒辦法踩 但是確實 這個肉量 還是有2萬2 非常非常多 那斯拉夫也只有2萬5而已 自己是打貴族鐵騎 ALL IN的一個打法 加上這個工程器 所以算是完美打出了斯拉夫的特性 還再加上這個螺絲堡 各種插城堡 壓制對手 整體而已 這個斯拉夫玩的算是不錯 而且這貴族鐵騎 身經濟實際也是相當好 好 那戰局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再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